在执展上呢太厉害太有责任心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过得开心的 不信你就看着吧 老板主管马上就会利用你这一点呢 把原本就不该属于你的工作全部交给你 因为他只要把这些工作交给别人 不仅会装饰推来推去的 还有可能会做得一塌糊涂 最后呢他还得帮忙擦屁股 要是给你做呢 你就会自我压榨加班加的不要不要的 因为怕事情做不完 而老板只要时不时夸奖你 你就比那个离田的牛啊还起劲 但是是你的老板绝对不会因为你的任劳任务 而对你有所感恩 假如哪天你的身体垮了 你想拒绝一些工作 他立刻会对你不满 所以真的各位一定要记住 你是去工作不是去卖命的 拿多少钱做多少事 不要什么事都揽在自己身上 为什么认真工作的人会离职呢 因为职场中有两种人 一种是认真工作 责任心强 不怕苦不怕累 主管安排的工作呢 从来不推脱 真心为公司创造价值的老实人 另一类就是不好好工作 整天只想着拍主管或老板的马屁 整天想着投机取巧 窃取老实人的工作成果的职场老肥猫 而这个职场老肥猫呢 不是栽赃陷害 就是让老实人背黑锅 或者是拉帮结派 整天搞孤立排挤 最恶心的是什么 是工作做得少 功劳拿得一点都不少 而老实人因为责任心强 即便遇到这种情况呢 也是毫无抱怨任劳任怨 最终因为主管和这位职场老肥猫呢 一个鼻孔出气 不但无视老实人的工作 还经常因为一点小错 就把老实人骂得狗血淋头 直到有一天 老实人彻底心寒了 就离开了 你是那位老实人吗